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玩家的新版本即将更新 更新之后我们来看下他的那个画质 是吧 我们先看下低画质 因为目前还是很多玩家是吧 那个就是手机的配置不是很好 然后就是像这种超高清的可能就玩不了 但我们来看下这个低画质和高画质有什么区别 这是最低画质 这个河道上面的水波纹是没有的 没有的 我们看到 然后这里 这里也是空淡淡的 什么都没有 是吧 这就是最低画质的那种就是画面吧 对呀 这种画质的话 打起来会比较流畅 不管是高端竞还是低端竞 打起来都会比较流畅 我们来看下这边的暴君这里 暴君这里的话 其实他这里也是有水花的 但是在低画质下面 就跟那个梅格金一样的版本差不多 反正画质都差不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那个新画质 是吧 就是高画质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低画质进草串的话 草串是没有反应的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画质啊 画面质量调到最高 但是他这个没有超高画质啊 超高超高清的话 但是好像都不支持了 就是手机我这边好像把模拟器 我的模拟器分辨率没有调很高 我只调到127 720p嘛 就是不是很高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一看一切花进来画质就变了 然后你进草串的话 草串都会摇摆 然后走到这个河道里面都会有水花 对吧 这就是高画质 高手机 高清那个高配置手机的那个区别啊 相当于反正就是两个版本的游戏 我们再看这边啊 对吧 这里面你看起来有几个青蛙在那里 对吧 趴在那个洞里面 然后现在会跳出来 这就是最高画质才能看到青蛙 然后这好像会到后面 后面还被喷水出来 对吧 他这个只是前期还不会喷出来 我们就不演出了 然后技能特效也是不一样 对吧 技能特效长得出来的效果也是比较精致一点啊 这就是超高画质啊 如果是超高画质的话 估计会更好看一些啊 但是我看没有调不出来 没办法 可能配置还不够 我这一模里去的配置都不够吧 我觉得手机的配置得要多高档才行啊 好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觉得这个高 最高画质和最低画质怎么样 欢迎大家视频视频视频 那我们下次再见